北京时间1月11日 CBA常规赛继续进行 辽宁南篮92比90险胜深圳南篮 虽然球赢了 可辽宁南篮主教练杨明对于弟子们的表现 却依然不是很满意 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他也表达了自己对于本场比赛的看法 比赛就是这样 有的时候根据设想走 有的时候就像今天这场球 从进攻到防守 哪哪都不顺 各个环节都不够好 进攻啊失误啊 投篮命中率 在机会的选择上 头脑不清楚 杨明总结道 但就是CBA的精彩 篮球的魅力 任何一个球队不能不轻视 可能最近我们赢了一些强队 赛程有些密集 但这都不是主要原因 球队还是存在问题 但好在大家顶住了 把球拿下来了 但问题还是要重视 攻防两端都不在点上 回去好好总结吧 准备和广东队的比赛 杨明继续说道 辽宁南篮的大外援莫兰德 作为球员代表 也出席了新闻发布会 而他认为 这场比赛虽然不顺利 但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更有价值 因为这场比赛 辽宁南篮起伏比较大 因此也得到了锻炼 大家需要从比赛中吸取教训 有一些失误 要回去看录像 进行总结 并打好接下来的比赛 辽宁南篮下一场比赛 将在1月13日本周四进行 届时他们的对手 将是卫冕冠军广东南篮